《山陣黑暗十六,富貴在天,生死有名,十一之白》 二十歲的陳啟雄,潮州人,做經紀 是黑社會和合圖成員 吳振軍被捕後,他去到他家裡 患免警方和監獄署人員 和吳振軍的女兒吳麗玉華 可以光致吳振軍逃玉 騙了四千元和一部相機 其後再落十兩萬元 誤例如報警,拘捕陳啟雄 十月十八日,陳啟雄在中央裁判署提堂 控以五項罪名 他一日患重病入院,控方向法庭申請 將雅後兩日 十月九日,陳啟雄在中央裁判署 承認五項罪名 十月十三日,高校法官判了入獄半年 十月十六日,毒品調查組督冊 司徒志華,須領探隊 到銅鑼灣幽福環 即阿漢家,將大阪警署 十月十七日,正五十二點鐘 毒品調查組探員高大偉 和幽福環取口供 幽福環現年二十四歲 是白牌車司機,約大七百元 住銅鑼灣,有妻子和三個子女 1949年,由到達漁船偷渡來香港之後 去到觀塘雞寧木屋找到舅舅 由舅舅介紹去一間紡織廠做事 其後轉到香港仔王竹坑一間塑膠廠 1970年,改在青山道一間米店做貨機 因而結識了現任妻子 1972年十月,考到駕駛牌 用分期款方式,買了一部汽車 走白牌 1973年,失手被捕,冠停牌一年 一早轉為貨車司機 之後用二千五百元,買了一部汽車再走白牌 排在銅鑼灣一間大廈前面接載人客 蔡馬魚一班人經常都光顧她 曾經約她去蔡馬魚家打麻將 聯同旅行西貢,因而相熟 蔡馬魚和休福雲在中央財務處提堂 兩個人同被控在1972年8月間 村謀其他人等,販賣毒品 浩方正式動作察列特 向法庭申請押後審訊 反對兩人保釋 法官將押後到這月25日 兩天期間還了監房看管 江森傳原本帶領做恐慌證人 其實為了避免在吳石浩案裏作證 使用17日和手下大藏林鎮灰 由香港搭中華港公司班機到台北 以觀光理由辦理正常入境手續 填布在中泰賓館居住 香港正式小組通知台北治安機構 協助追查行蹤 11月17日早上 毒品調查組歐籍督察簡添尼 順令警探去到南馬島下尾灣一個動院 檢位168沙拉片 之後鶴咀村一間木屋 搜了10桶無水曹酸 這些物品都是屬於比豪所有的 10月20日 鄭勇 即是老虎仔 38歲 在中央裁判處提堂 被控在1972年8月期間 村民吳振昆 蔡媽瑜 邱福雲 和其他在途人等 販問毒品 主控列特督察指出 警方上星期檢獲大批毒品 案情嚴重 失誤障礙後3日 反對鄭勇保釋 交由警方看管 以便作進一步調查 代表鄭勇大律師艾忠士說 鄭勇是建築公司的公主 有家庭子女 已被扣押兩天 申請保釋 每日到警署報道 主任法官以恐慌反對 理由不充分 這裏正司派人到庭解釋 之後11點30分 檢控署偵執署長物道高出庭 和法官說這間是涉及龐大販毒案 鄭勇在販毒集團內的職位相當高 將於吳錫毫案內第二被告吳振坤定案 這檔案最高可以判終身監禁 罰款500萬 如果被鄭勇保釋 可否受干擾或被襲擊 下次提堂可否加上罪名 法官考慮之後 宣佈了後一日 鄭勇交由警方看管 鄭勇和吳振坤在休息時 面對面一起坐 鄭勇很生氣地和吳振坤說 做老家的 做完事之後 不可以過橋抽板 幸好我這樣 經常做完事之後 就被人吻笨 現在連伙計、船家被人叫走了 被人撇粒 所以現在被人拘捕了 我也有眼睛 吳振坤就說 老虎仔 不要那麼生氣 這次如果能夠出去 我一定全力支持你的 鄭勇就說 不需要你支持 吃飯休息的時候 蔡馬玉和鄭勇說 休福雲沒有錢請律師 老虎仔 你最好幫忙 鄭勇就說 你們老闆吳振坤在這裡 你都直接跟他說 不用問我 一方人說 老闆說過 出去會支持我們 鄭勇就說 明知出不了去 出去給個官你做 說廢話 警方的耳目向上級報告 鄭勇和吳振坤不和 上級考慮特赦鄭勇還控方證人 11月21日 控方副檢察署長密度高 家號吳振坤一項 在1972年到1974年 在香港地區 村謀鄭勇和其他人共同販毒 申請將案合併審理 案件被告爭到6日 控辨雙方就保釋問題爭論 控方透露 吳振坤香港毒販四大天王之一 集團和香港警隊高層勾結 同時牽涉多次殺人滅口等嚴重案件 控方壓戒被告途中 聽到第四被告儀言 揚言如果查出誰做鬼頭仔一定嚴懲 如果被他們保釋 會干擾控方證人 第五被告 事件姑日測的子女 高屋法官在控方不反對之下 准他簽補三千元 三名人士各簽補三千元 每日需要去警署報道一次 其餘五個被告不准保釋 還下監房看管 10月25日 台北刑事警察局二組組長鄭偶坤 順領幹員周靈業等人 拘捕光芯傳來林鎮灰 而送台北地檢處徵辦 霹豪上庭吃飯休息時問鄭勇 老公仔 頂不頂得順啊 剛在台灣被捕 現在不關你事了 我自己的事已經交給律師代辦了 如果打得贏我便出去了 黃啟東52歲 廣東人在北豪販毒集團中 與江三船同一等級 在九雄城一帶活動 平時與江三船有接觸 同一毒犯合作經營東星舞廳 北豪被捕後 黃啟東從香港走到台灣 11月26日被台灣警方拘捕 11月27日警方發出通緝令 通緝北豪另一大將 蔡馬惠42歲 蔡馬惠在內地陸豐縣出身 粗廣東話到潮州話 身份證號碼B448691 最後通訊地址是銅鑼灣威飛路道 10號到12號 金都大廈12樓 台北刑事警察局第二組組長鄭歐坤說 即密切留意蔡馬惠在台灣的可能性 10月5日 10個被告被介上中央裁判處提堂 按被告次序分別是 吳錫毓 吳錫坤 肥坤 陳永雄 陳錫 余燕 閃菇 姚松友 余德成 余慈 鄭勇 老夫仔 蔡馬惠 休福雲 阿漢 後方除了修改原來控罪之外 加控16項罪名 其中14項和畢毫有關 涉及毒品數量達到16噸 檢察處副署長曼杜高說 如言涉及販民一批數二噸毒品入香港 可能被控其他罪名 控告證據指證姚松友 協助畢豪將3200萬港元回出香港 10個被告無需答辯 法官將下後到12、19日續審 除了女被告閃菇繼續獲准保釋之外 其9個難被告還了監防後審 12月9日警方通緝范永和 又及許永和27歲 陸豐出身 粗廣東話和潮州話 身份證號碼E293833 地址是荃灣葵城村12座12110室 12月19日 余慈等人第四度在中央裁判處提堂 控罪增加到38項 畢豪的控罪增至14項 洪放將傳遞18個證人 預計聆訊需要3個禮拜 法官高庫定期明年1月13日初級徵訊 如果表面證據成立會轉介高院審理 除了閃菇仍然准保釋之外 其9個人還了監防 上庭之後休息 陳美紅和畢豪說 我真是冤枉 這單案我司機已經坐完監 現在將我司機證供來頂證我 畢豪就說 你經常說冤枉 你要跟法官說 不是你做的 蠢才 督察李淳叫吳兵 來到警察總部 跟他講 如果講了全部實情 就不會告他 出社封由檢察官密度高 代表律政司簽署的信件交給吳兵 說簽收之後 就不會被檢控了 吳兵簽收信件 予單人控訪證人 警方高層就有幾個警筆報告 1974年10月12日 偵襲小組拘捕吳兵豪的時候 鄭英當時是在場的 有傳去用50萬賄賂有關人員 誤導和吳兵盧同盟的賢姑 就是鄭月英 偵襲小組拘捕賢姑之後 收隊鄭英因而得到逃脫 警方高層是專責小組 作為內部調查 1975年11月13日上週 犯犯案在中央裁判處初級徵訊 控署法庭申請修改控罪 控罪增加到40項 各被告無需答辯 如果裁定表面證據成立 會轉介高等法院正式審訊 同日赤署監獄犯毒案 在地方法院假中央裁判處開審 李扶連法官主審 檢控官杜輝任主控 18個監獄署職員 13個囚犯11個市民 在中央裁判處出庭 被用14項罪名 他們都否認控罪 10個律師分別代表39個被告辯護